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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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 我是謝忠 好來一開始為你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邊第一位立法委員陳廷飛 五哥好 大家好 國際政經策略專家 台陽南 大家好 右邊為你邀請到的是 台北學員 鐘小平 大家好 資深媒體黃光晴 大家晚安 另一邊為你邀請到 資深媒體的邵運夫 大家好 時事評人黃宜忠老師 大家晚安 好 那選戰到現在 距離選戰還剩下六十七天 在六十七天的時候 在九月十八號 那當然對國內來講的話 發生包括地震 然後有傳出一些的災情 而這些不管是在勘災的過程 小英總在應變中心上的諮詞 或是在桃園發生宇宙場事 所有這些對這場選戰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一些的影響呢 小平直接講 對整體的形象或各方面來看 這次包括注意人 一直在狠批有關於這些選情的方面 那個小英總在 在所謂的應變中心上面 致辭什麼這些事 包括連你說像蘇貞昌院長到花蓮去 那行程變不變 你們全部都OK 是覺得這個東西確實會產生影響嗎 很大的影響 現在簡單 抗中擺的那個機會少 也不是總統大選 2024 就是比內政 那這個救災 救災政治學 是給你執政多大的優勢 你還記得2000年的時候 那個921地震 那時候每天上帝是叫做副總統 連戰 那你可拜託你 你秀一下吧 你裝一下給錢 就我們悶在鞋底 我們也認了 至少老百姓得到受賄了嘛 臺東花蓮這麼嚴重嘛 6.8級的地震 所以朱主席講的話我們是支持的 簡單講一言以蔽之啦 蔡英文就是政治人血動物嘛 一句話就講完了 不是有這樣子的總統 那跟你連線兩個小時什麼等不到 那就沒連成功說 那個技術人員罵人家基層的人員 然後任性不等 那三分鐘講一講 拍屁股走人 不是為什麼這麼任性啊 那他兩度自欠 你們覺得都沒有辦法感受 那個性就冷漠 然後你乾爹是認我行啊 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然你到底要幹嘛 我們完全無法理解 好 然後呢 那這兩個為什麼 這兩個這個首長 花蓮台都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那邊等 等那麼久 第一個他覺得 看中央有什麼志願 第二個 有童年因因啊 一招被蛇咬 十年還怕警神 又怕蘇人上罵人啊 多兇啊 蘇人上你卻罵人 有啊 等了十分鐘不高興 開始通罵地方官員啊 地方的父母官 不是 他們到底要幹嘛 為什麼連裝都不願意裝一下 就豬才講 那麼那麼重要的話 我這樣看起來 你看連續的 這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你知道 我說蔡政府第一個 論文 挺林志堅挺到底怎樣 不要你再挺 我就挺到底 到現在林志堅 還在追求他的論文清白 都已經拿掉 拿掉這個資格了 兩個大學 中華大學 台灣大學 而且又付出了 嗯 而且按捺不住啊 全身發癢 林志堅 我就是要支持沈慧紅 就要出來 管理對沈慧紅好或壞 清楚又付出了 第二 桃園豆腐渣 你不是秦政愛民嗎 你民調不是七層滿一度 你鄭文燦 你搞這個說清楚講明白 這樣掉下來 這跟那個四川那個 汶川地震 豆腐渣工程 批發死一堆人 到底到底 他為什麼有那麼強的政績 正通人和藥物嗎 給一塊 你根本就是桃園送楚瑜嘛 然後給大量資源 這樣大撒幣 得到的 得到的政績 弄這樣的工程 你要講清楚 最後一點 蔡冷血嘛 拜託 他從小就是沒有溫度 屬於那種 那個是畫家 那種冷色系 你知道 都沒有溫暖的顏色 溫暖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冷靜 然後他很聰明 對不對 他受了很好的教育 他受到很多國家 其實栽培 李登輝一路栽培起來 拜託 熱血一點 所以田沛你看 這是剪刀槍的概念 但是小英就這樣 兩度自欠 誰對小平或是主義人 沒有辦法感受到 當然 國民黨 他再怎麼自欠 三次四次五次 我相信 對國民黨 一點感覺都沒有 但是我們不是要 對國民黨 讓他有感覺 我們是要讓我們 所有台灣人民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 一個狀況 尤其 其實 在當天 晚上八點發生的時候 其實下午三點 大家清楚 那是緊急發生的狀況 因為 從前一天 就已經開始有地震 那地震之後 早上余震 然後在我們當時候 其實我們的手機 都有接到那個 國家地震警報 對 國家地震警報 然後呢 其實在當下 就發現了 這個橋斷了 然後這個小七 這個倒了 所以馬上 在這個下午三點 就已經開設了 這個防災指揮中心 這個一級開設 那一級開設 其實當時候 就已經都開始 在做調度協調 包括總統也已經 折層花房部 還有整個融疫系統 一定要全面介入到 救災的一個狀態 那包括所有的行政院 跟所有台東跟花蓮 他們縣政府的一個 這個指揮中心 其實都已經連線了 隨時都在開會做調度 所以當下都已經開始救援 包括我們知道六十淡山 還有刺客山 當時候因為有遊客 所以被這個受限 然後這個受限之後 我們也開始做疏離的動作 這個疏散的動作 那當時候就已經都開始動了 從下午到晚上 其實都開始動了 那蔡英文總統去 八點去的時候 其實是要感謝 跟所有的這個指揮中心 去道謝這些 我們辛苦的同仁 從下午 然後不斷的調度 然後不斷的在做聯繫 要去跟他們感謝 大家看以前只要是 如果是總統真正他要去主持 所謂的這個指揮中心的話 那一定是所有的前面視訊 哇台東縣長 所有縣市都在上面 對花蓮縣長 那是全部可能有影響到 全部都在上面 那總統他一定會第一時間 跟台東縣長 或是花蓮縣長去請安 甚至跟他說辛苦了 這是最基本的 可是這次就是沒有 所以他們就一直 當天就是因為他去 其實就是要去跟大家感恩 並不是要 因為其實從下午就開始 不斷的在協調 然後調動了 都不是說在八點 總統才去現場做調度 那就太晚了 下午就已經在做調度了 那整個都已經慢慢的 包括六十淡山四顆山 這些遊客都已經被這個疏散出來了 然後包括這個小七攤幫的這些 也都開始在做救援了 他是要去八點 要去感謝大家 所以為什麼總統他一直說 我們不能苛責這些 當時候真的沒有聯繫好的這些 消防署人員或是技術人員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從下午就開始緊急 然後再做這個處理 所以他才會站出來 跟大家到致歉說 哇 可能就是他們沒有聯繫好 然後造成這樣的誤解 所以變成說 他們跟這個下面說 跟這個台東縣跟花蓮縣 可能說哇 總統要來 可是重點是在整個 中央的指揮中心 是沒有看到這些畫面 單純當時候 我們也跟總統府了解說 你們接到的訊息是什麼 他們接到的 就是小英總統要去跟現場的 指揮中心的人員去感恩 謝謝他們緊急的調度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然就沒有跟所謂的 台東縣跟花蓮縣連線的 這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如果真的需要去做 一些調度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台東縣的縣長 或花蓮縣的縣長 其實電話都還都可以 這個其實都是暢通的 所以我認為說 為什麼小英總統會站出來 去做兩次致歉說 造成大家的這樣誤解 但是我覺得 他這些動作 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國民黨一定 現在選舉當中 他一定要打成水棍上 開始就是不斷的 在打這個議題 可是我覺得 在救災的過程當中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不應該用這個 去把所謂的政治議題 納入到整個的範圍裡面 乍聽一下委員講的 非常有道理 好像小英都沒什麼過錯 那就道歉一次就好了 不前來不是 昨天炸鍋的連政論都在 都在幹狗 勘災政治學 我講歷史上幾件事 還是人民的感受 您同意嗎 當然 李登輝那時候勘災 找前導的直升機 墜機死了 那個架子 大家覺得嘩然 那馬英九更厲害 去那個莫拉克颱風 那我不是來了嗎 你不是見到我了嗎 你不是見到我了嗎 我不是來了嗎 你不是看到我了嗎 這種感受 這種感受就很糟 那這次 這次 你們賴清德也很厲害 我最崇拜他 比德倫斯基還厲害 多會作秀啊 去看災 那時候地震有沒有 鞋子剛好開口笑 我看那個鞋子 可能故意割破了 我這個 那是真的 020年你講的 是020年你講的 是020年你講的 突然蹦開過 籃球場這樣急停 跳投殺車 你走兩步就蹦開 還是台南做的鞋 比較弱一點 我不知道啦 反正啊 我也不能說他一定 是開口笑 你這樣會被我們 台南的鞋業 對抗議 對 所以這樣抗議的話 邏輯就很清楚了 他自己搞破的 台南鞋業一定堅固嘛 那這個 突然到那個緊急關頭 有攝影機 什麼都在開口笑 好我跟你講 那機率多低你知道嗎 大概比彗星撞地球還低 沒有你沒有在現場 所以你不知道 那個020的當下的狀況 那就是他 開口笑又是他 第一次 好會看起來很老實 可是好會做就 我覺得過語不及喔 真心誠意 對待人民就好了啦 我覺得啦 不過顯然來看的話 光姐會要道歉兩次 是這個火一定是有燒嗎 對 要不然不會要道歉兩次 可是有燒到這麼嚴重嗎 就按照那個職權分紀 那個指揮中心 現場的指揮官 應該是內政部長 是 然後他由他跟這個縣市首長做連線 像這一群慘重的花東 那個是第一要務 那可是呢 往往我們的民情所需 他需要在災害第一時間 看到總統 看到院長 所以就久而久之變成說 那總統也知道這個政治定律 所以他第一時間就去了 那他緊急到是說他要唸稿 那他很多場合 當然你不可能每一天每個場合 那麼多場合都被稿 那所以他那天遞上去 然後他就唸稿 那光是這個動作 會給人家感覺 在這個場域會比較沒有溫度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總統來了 對不對 或是院長來了 內政部長是下屬 他就忙著要去 等於說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說陪侍 陪侍好像小姐 就陪同這些總統跟這個院長 他就放下手邊 我要跟那個災情現場的那個 縣市首長連線了 那到底你們現在多嚴重 那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我們提供什麼 這才是最緊要的 那所以呢 按照制度來講的話 像李鴻元比較有個性 他說以前他們那個馬朝的時候 就算他們來 院長他叫他到旁邊去做一下 他這個是第一要務 他就要必須連線 所以他說體制上不和 那最好都不要這樣 可是你想看 你在電視前面 你如果不去更麻煩 在勘災現場 你不去還得到 而且你碰到有人現在 倒下去昏倒幹嘛 你要趕快表示關係 甚至你如果是醫生你要急救 不然他到救護車上你要追上去 所以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那如果要問我的意見 我是覺得啦 總統不不妨用視訊 你表達你的關切 第一時間 或是郵隊政部長說出來說 總統已經折騰我們 有怎麼指示的話 不會讓災區 災區那個第一現場 那個首長才是很著急 不然他們放著災害現場 放著災民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搞不好還在黃金時間在搶救 我為了來因應你這個總統 我們還要等哭等兩個小時 那不是就浪費了嗎 可是一夫這整件事情來講的話 當然藍營就一直不斷講 你看就是因為那邊是藍營的嗎 你怎麼會是這樣 或是冷血剛才小平 他們一直不斷重複這些 包括你看到桃園的這個羽球場 所有這些事情 連民進黨內部 是不是都有人會擔心說 在選戰打六幾天 是不是選機 有時候上來一點點 你一碰到這樣一些事情 那他一定就會產生一些 直接的影響啊 現階段已經打到 只剩下兩個多月出頭了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大概多多少少都會影響 直接會漸漸影響選舉嘛 當然你說小營這些 資源池就走了 然後當然那一天 蘇貞昌也在 徐國勇也在 我真的很難想像 就是縣市的首長在那邊 等了兩個小時 完全沒有任何連線 沒有任何一個人提醒 沒有任何人 去跟這些人說 現在台東 縣長花蓮什麼都在現場 怎麼樣 完全沒有人提醒 這是一件 非常讓我訝異的事情 你那邊乾等兩個小時 當然你這一個東西的時候 會讓人覺得說一件事情 你就是做個秀 在那邊晃一招就走了嘛 你給人家的感覺是這樣 當然你讓大家的人民 看到眼裡的感受不好嘛 那你感受不好 你相對的整個 對民進黨就不好 所以他當然會影響 蔡英文 蔡英文要蔡英文道歉很難啊 會連續道兩次歉 那就表示真的是民怨 看到那一幕的民怨 已經讓大家很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未來會波及整個的選舉問題 當然地震 我那天看電視畫面 最訝異的是巴德那個體育場 那個羽球館 我覺得在那裡面打球的人 算是反應不錯 先撤到旁邊去 然後看了看了災情 再往後退 沒有沒有量成什麼 人員重大的傷害 不過桃園才三級地震 當你看到三級地震 當你知道前一天 憲政府有關的單位 還在臉書po這一個體育場 希望大家都去怎麼樣的時候 隔一天轉過來三級地震 整個天花板鋼架 清鋼架整個倒下來 只能慶幸沒有沒有 大家沒有受到傷害了 但是蔡英文在第一時間 就說他責無旁貸 然後接下來今天就講說 是不是包括那個營造商啊 或什麼這些像這樣的一些 算處理的算民快嗎 當然當然你可以想像 國民黨一定又跳出來 開記者會 就講說他還是推薦責任 或什麼 那要不然他還要做什麼 鄭文燦最慘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前面有個林志堅選舉換肩的事 後面又在輔選鄭運鵬 然後目前看來伯仲之堅 或是張善政還略為領先一點的時候 民調拉鋸的時候 你現在又發生這件事情 你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說 所以那CNN說 國外媒體看完了還覺得說 我還以為正央是在桃園 那你說三級整個奔到那樣子 我覺得唯一所信的就是 沒有人受傷 其實鄭文燦責無旁貸 又說要追究營造商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 你的桃園市政府怎麼驗收完成的 先告訴我這件事 你責無旁貸嘛 那總要你市政府 你怎麼驗收的 還鼓勵前一天臉書 還鼓勵大家去 那我請問你責任誰要負 第一件事情 你告訴我誰該負責任 市政府 那營造商的問題 你說隨便說營造商什麼 那還要經過鑑定以後 是否營造商的責任問題 或是等等 或是裡面說到是燈的問題 還是什麼裝箱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 那個還需要 那個還需要鑑定 那我問鄭文燦你先告訴我 你說責無旁貸 這種話在政壇上面 我相信我們都聽到不要聽了 那你要告訴我 你負責任態度是 你們市政府哪些人該負責任 你告訴我 那些人負的責任是什麼 你才能說你市政府負幾責任嗎 不然你給人家說 我責無旁貸 我要追黃毅宗的責任 那意思 你一句話結束了 黃毅宗要倒楣了 然後攻成這樣 如果有人受傷 我看鄭文燦更難講話 那你這件事情 桃園正打著火熱 追著張善政的研究案 打成這樣的時候 突然話風一轉 大家看 巴德體育館 接下來想到新竹棒球場 一路就下去了 那你之前 鄭運鵬還說 哎呀那個 鄭文燦正績好了 票員還沒有全部轉嫁 怎麼樣等等的問題 那現在鄭文燦出問題的話 你票員轉嫁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更困難了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對於鄭文燦來講的話 他所做的這些已經夠告訴所有的民眾 對因為他的民調 他的政績滿意度 各方面一直都是五星級這些 所以這些對於包括鄭運鵬能不能接得上手 這些包括剛才 一夫就講說那是否 責任都已經盡了嗎 基本上現在鄭文燦要做的是 要怎麼把這件事情釐清 我想從事件發生 那整個天花板下來 在這個整個 隔音板 對隔音板 他是天花板 他是那個 那他整個幫下來的時候 整個網路瘋傳 我相信這個其實是 這一定會有一些影響 會有 那現在就是他怎麼樣去把這件事 以最快速度 那其實事情發生 鄭文燦市長就已經說了 他已經責成整個新公處 還有體育局要把所有的 包括他的圖面 包括所有過去的整個所謂的結構 全部要把它弄出來 然後要責成相關的 祭司公會去做調查 那今天馬上就出來了 今天就出來了 所以速度很快 沒有去推 也沒有去拖 我覺得這是他負責任的 就是說到底這一個案子 跟結構有沒有關係 跟原來的統包商有沒有關係 還是現在大家在討論的 是跟營運者有關係 因為他是OT 就是救國團 所以他也沒有去講誰 他說我就是把所有的資料調出來 然後請所有的相關 祭司公會去做調查 那現在他請了三大祭司公會 建築師 土木祭司 結構祭司 三大祭司公會 那今天出來了就是說 基本上他沒有影響到其他的結構 因為他就是天花板 那當然現在就說 那原本施工有沒有問題 那現在查出來就是 銳注營照 他的整個天花板的結構強度不夠 所以導致後續在這個救國團 他又去做 就是他的營運者 他因為有在營運的過程 在打球過程 因為有消費者或是去打球的人說 你的燈光是有問題的 對他們打球是有困難的 所以他去做一個整理跟整修 所以他是一個整修工程 燈光的整修工程 所以你其實 這個就是來了 就是說你的主要責任是誰 次要責任是誰 那經由這 你總不會說 這三大祭司又是跟誰的關係 不會 這公會都是有一個公正公開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評估的判斷的過程 所以今天就已經出來 確定就是說 在銳注營照的同胞 在處理天花板的結構 強度是有問題的 可是對你們來講的話 我還是講 鄭文燦的 包括他的馬英多 真的很高 但是那個畫面 只要瘋傳的話 說實話 現在的年輕人都看手機 都看所有 只要看到畫面 這個影響一定 不要說對鄭文燦 本身的政績上 各方面的影響 對接著鄭英鵬來講的話 他要怎麼樣去扭轉 像這樣 像一些的印象 所以我說鄭文燦 他在處理的速度就要很快 就是說到底這個事件是怎麼來的 還是只是在口水 你不能口水 所以他很負責任 今天就把整個責任區分開來 到底誰應該負責 就是要負責到底 那我覺得年輕人一方面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真的很shock 可是在之後大家要看的是 鄭文燦有沒有擔當 有沒有負責任 我覺得這才是更重要的 恭喜鄭英鵬 為什麼 民調又贏了這個張善政10%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天花板掉下來 他的樓地板 天花板又變高了 他的民調 反諷 就是重點不是 他調查很明快 他也有一些行政能力 我們市長 對啊 我覺得國人關心的是 第一個有沒有人受傷 還要只有一個青傷 對對對 第二個是什麼 鄭鵬要不要調查 有沒有貪賭 有沒有官商勾結 這是用小指頭 就想到這第二項 第三 有個諺語叫東北有三寶 人生貂皮烏拉草 小時候讀地理對不對 是 綠色有三寶 走人 頂他 不良比例 吃到飽 這三件事 林志堅 剛出世 哎呀 我那個球場 林哲軒手斷了 然後報銷了 哎呀 連台積電 也有不良 不良的 不良的 良率有時候也不好 也有做壞的產品 所以不良比例吃到飽 你今天為了挽救你 你踐踏國寶台積電 你腦袋有動啊 這個笨到比寫論文抄襲還笨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走人嘛 剛剛講了 這個政治人血動物就走人 這三件事走人 蔡英文的走人 桃園的頂他 然後這個 比喻台積電的不良率高 跟比喻他 來掩飾他新竹 怎麼民進黨 怎麼會笨成這樣子 完全 那你們該開心啊 我們也不 我們也沒有稱聖追擊 我們立刻 桃園黨團召幾人 馬上就要組成一個專案調查小組 就開始查了好不好 這就妙了 人家就講說 所以張善政為什麼講說 他是佛系選舉 就他就 因為他是土木專業 對啊 所以他就真的很認真的 土木專業 在那邊講一些 土木專業的東西 一般選戰打法 哪有人這時候跟你討論 什麼土木專業的東西啊 我們是佛心來著 兩邊打仗 秦國跟趙國打仗 已經長屁之在人家倒了對不對 倒了一天 刺死他嘛 拉大民調對吧 沒有 要等他 逢新來了 等他起來 還給他喝水吃飽了 當然再來砍 不能讓他站起來 其實在整個案子 大家會去關心的是 他整個組結構體有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張善政今天 因為他就是土木專業 他也知道說 如果他亂講的話 為選舉亂講的話 很多的專業 會去質疑他 他不是 反而是 好像撿到槍 又被糖炸了 所以我覺得他 因為他專業 所以他不敢亂講 他才會就 那個所謂的土木的部分 然後畫來畫去 轉來轉去 可是因為現在 三大祭司公會是 確定是沒有影響結果 但是就是天花板的問題 OK 可是譬如說 像尤其剛剛講的畫面 CNN也登了 對 那對年輕人來講的話 會有什麼影響嗎 因為選票尤其大家很在乎 年輕這一塊啊 其實你知道這是諸多不順 光這個畫面登上CNN 網路上就瘋傳 就是說你知道 就是我們台灣人 自己看就算了 你連老外都看到 所以這個東西 因為CNN 畢竟是國際有品牌的 這個媒體 所以這種這個圖 畫面一直傳一傳 你說沒有傷害是假的 而且最倒楣的是什麼 你知道 剛好又跟林志堅 又綁在一起 所以網友就馬上 第一時間就說啦 就說桃園是這個羽球館 那又是運動 然後新竹就棒球場 剛好這兩個 鄭文燦跟林志堅 都被認為是治理政績 算是相當好的市長 結果偏偏都在這個時刻 就出了這個包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連結 所以鄭文燦很生氣 都講一句話 他說你不要惡意連結 我又說惡意連結 所以你是在湊小智嗎 就惡意連結嘛 你幹嘛打槍 你把小智的這個是 意思是好像你要跟小智 就跟你之間切開 所以你知道 這件事情就 網路上就一直罵一直罵 就是 那當然鄭文燦第一時間道歉 他講他的過程中是OT 然後是到底誰要負責哪個系項 你是市長 你本來就是大家長 所以我覺得鄭文燦第一時間 因為大家也知道 不是你蓋不是你什麼 但你是市長 對 你就先躺下來再說 你本來就得負權走 所以我覺得鄭文燦第一時間的處理 包括今天的這個處理 到目前為止 他的處理方式算是明快 而且他也能也到現場去觀察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變成是網路上的梗 那只是說剛好兩件事 新竹跟桃園綁在一起就衰 可是這裡面我們要講一件事 就是剛剛提到的張三鎮 張三鎮真的很妙 這麼的佛系的 這麼躺平的候選人 他的對手先是因為論文案雙殺 然後退選 然後臨場換將 照理講都已經是真的 真的可以躺著選 他真的躺著選 他真的就是躺著選 然後是看鄭文 鄭義彭民調一路往上走 然後現在這件事情 好講到公安了 那你又是號稱是土木 真的是博士 你知道他第一時間發什麼文嗎 他第一時間就說 要全面要求桃園市政府 要全面檢測公安 公共建築的安全 這不是廢話嗎 這哪需要你土木博士講 這我們一個視角 想要全面檢測 他的對其他的對手 是矛起來火力全開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知道大家抓到這個槍 這個從選舉來講 這就是很好的素材 所有其他的候選人 就是火力全開的時候 張三鎮還在那邊要全面檢測 大概是被罵了罵了以後 他發現說不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今天又發了一個新的文 這次火力就加強了 他說有人整理出鄭文燦任內三大公安壁萬 二零二零年一個平鎮文化公園的 那個地下停車場的崩塌案 馬上講囉 二零二一年揚梅區公所 什麼也是那個水 後來那個水 那個地下水的什麼上升 他就馬上講 第三個就今年 也就是一年有一個案子 但是我只是好奇說 有人整理 張三鎮大哥 這種事情還要有人整理 你的團隊是在睡覺嗎 這個Google知道的事情 他說有人整理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到底在幹什麼 不過他今天有加重火力 他就說 他說讓土木博士 投言換人做 讓土木博士全面檢驗 好像就 結果你看兩篇發文 昨天那一則大概九千個讚 今天這一則加重火力以後 2.1萬個讚 就表示說其實他的選民 他的那些粉絲 還是希望說 你也靠一個行 靠一個班 就是身為一個土木博士 可是說 都要在第二時間 人家都講了以後 他才覺得說 好像我要醒來 然後要開始加重火力 他其實也沒有加重什麼火力 還有人跟你講說 他有三大公安意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整個那個過程中 就是到底是 他如果說 他自己想要在一個清流 他認為說選舉 他就是要走在一個正向 市政 那如果你是堅持這個的話 我沒意見 可是有時候選舉是這樣 都已經出現這種 這種比較大的 已經登上一些意外的時候 你還用這種方式 難怪 所以你看這個民調來講 照理講 哪有人換了以後 他真的就是 你知道那個不可能差距 可是現在來講 看好度 各方面 其實鄭英鵬目前還咬得很緊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鄭老師 這場選戰說實話 臺北桃園 是最重要的兩塊 而這兩塊的民調 看起來也都咬得非常緊 所以在這個結果 眼上一塵一地稍有閃失 可能在最後結果 都會出現一些很重大的一些影響 譬如在這個時候 你說出現地震 出現像這樣的一些東西 可是眼下 譬如剛剛講像張三鎮陣陣營 你也沒有真的撿到槍的一些感覺 選戰怎麼會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選戰已經打到剩下六十幾天 其實每一天發生的事情都有可能會成為議題 每一個議題都可能會加分或減分 這個時候就是考驗各個候選人 各個競選團隊 甚至是執政者 你的執政能力 這包括什麼 危機處理的能力 就執政能力不是只有在成平的時候 看說你市政行不行啊 你這個協調能力行不行 危機的時候有天災 有人禍 你怎麼樣在這些狀況突發的時候 來顯現出你的領導力 你的統合力 你跟人家協調的能力 重點是你讓你的市民 你讓你的縣民心安的能力嗎 當然這些候選人 尤其是六都一定會去檢視國家大政方針 國際議題兩岸關係 但是這個只是 只是大家對你的基礎的看法 或綜合的看法 真正還是會落實到每一件事情 你怎麼樣處理 你剛剛講桃園的事情 當然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才剛開始 一定有人拿梗圖來這個 那我覺得文燦處理得不錯 那運萌基本上就是說 基本上把這個事情要護好說 這些事情發生了我們要怎麼做 將來要怎麼做 這個事情我覺得要是不是 要讓大家能夠安心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的確是天災 這個的確可能當初有疏失 但是這個究責怎麼檢討 內部的外部的這些事情 就是大家去考驗說 鄭文燦市長在過去幾年來 是不是一如大家說評價這麼高 那這個事情是不是能夠印證 雖然已經出現狀況了 可是他的危機處理 是不是能夠大家心安 大家滿意 同樣的道理 那麼鄭運鵬市長 鄭運鵬 是不是能夠承接的這一棒 我覺得這些事情大家都看 那你回來看張善政 張善政好像是好人 好好先生 他這樣的發言 你也不能說他不對 那剛才這個一中說活力不夠 當然活力不夠 但活力不夠是哪一種 是因為你太nice了 你想打一個好的選戰 還是其實每一件事情 如果碰到重大的危機 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子 這個很溫和的 很gentleman的來處理 你沒有展現出你的魄力 你的火力 你的糾正的能力 你的主要怎麼樣去改變方向 或讓大家覺得說 你是一個比較有能力 讓大家比較有信心的市長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去檢視說 你可能在領導力上有問題 或者說你這個之前在講 農委會的報告的事情 到現在我看也沒聽到 一個合理的說法 那這些事情你加總起來 市民心中有一把尺 不是只有在看 這一個單一案件 是看你整個作為一個候選人 你人格特質 你的人格特質 能不能夠彰顯出來 作為一個未來四年 甚至八年的市政府的大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的人格特質 能不能夠彰顯出來 作為一個未來四年 甚至八年的市政府的大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好我最後講就是說 現在的選戰六十幾天 我們全國的焦點在台北 全國的焦點在桃園 新北也很重要 我們新北有時候都 比較少講 但是新北也非常重要 不要忘記了 這個是全國的選舉 你說嘉義士 李軍藝也很辛苦的在打仗 雲林劉建國對不對 那這些事情 包括在基隆的蔡世音 甚至包括江松先生 以來這些 這些事情其實坦白講 大家看著全國的議題 2014年的時候 太陽花旋運之後 整個民進黨拉上一波 2018年的時候 整體整個國民黨拉上來 選舉 每一個城市的選舉 都是內部的問題 整合協調 你的執政能力 那麼你的整個團隊 但是整個全國的大的氛圍 包括內部的環境 外部的環境 絕對會對每一個縣市的 不同的選戰 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那這一次 我覺得也不例外 接下來六十幾天 其實很多的選戰 共防的加減分 我覺得全國某種程度上 是一體的 包括內部的這些議題 包括天災燃火 還有國際形勢 兩岸形勢 我覺得這些綜合在一起 都會對接下來六十幾天 的選戰的結果 會產生影響 那剛才你在看 所有的資料裡頭 我不曉得觀眾朋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新聞 不過有很多時候 一件事情 論一件事情 像桃園這個運動 巴德這個運動中心 到底價格是多少 昨天我們在節目 裡面有來賓有講 他不是十二億 那個價格基本上來算 大概四億多 那是三棟 然後算那些 可是有一個人 今天講說那個什麼 隔壁那個板子 一踢就破 不是那是隔音板 隔音板真的很難不踢破 這個也是 但重點是 你只要一出狀況 平常人講 所有事情全部都被弄出來 可是這一次 選戰打到現在 像我們在節目講說 陳松的團隊陣營裡面 磨合或各方面 是不是有什麼樣一些狀況 怎麼會一直出 這麼多的一些問題 張善政的陣營 在這次 綠營平常講 當有人換人的時候 對所有人那時候講 換人 當然不能換 你換了以後 那就不用選了 那已經就決定了 看起來也沒有 換人以後 怎麼大家還是 咬成是這個樣 張善政在選戰的過程 是不是真的有些問題 剛才我們旁邊 跑的畫面 小朋友 我覺得你們回去要 真的要講 有很多時候 你知道那個肢體動作 你看我們剛剛旁邊 跑的有一個畫面 張善政是去參觀一個 我不知道是 是去參觀人家 一個就這個畫面 小朋友 你覺得到那個地方去 去拉票 這樣子去參觀人家 這些東西 你覺得感覺好嗎 這樣就好像是 你是行政院長嗎 長官 對 你像是行政院長 下來 你們大家都打選舉 庭妃要選立委 你要選議員 到每個地方 巴不得就是 跟人家樂活到 對 我到那個地方 我也會啊 不錯 不錯 院長 OK 大家表現得還不錯 下次繼續 不是 選戰怎麼會是這樣 我們就講 陳雙雲團隊裡面 一定有什麼狀況 要不然不會最近這一陣子 槍炮掉滿地 可是張善政的打法 你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 張善政 有他的條件 很優越的條件 這個我就不要談 我只談他那個手背到後面 這個大概 只比那個好一點 比這樣子好一點 差不多 所以我看到 我看所有的候選人 然後拍照拍照 我看來就很賭來 我覺得 任何小道市議員 大道總統 這樣都是 都是很拽的樣子 就是不親民 這要擺帥氣的拍法 帥沒有關係 比搞怪都沒有關係 翻跟斗 我都OK 可是我最不喜歡 看到手就是拒絕嘛 就手這樣放這樣 你知道嗎 那放後面喔 當然比不上這樣 可是還是不好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的人設什麼 經歷都好的 可是他沒有華麗轉身 從官變成民選手掌 這個是一定要處理的 當然啦 我相信光綺也同意我講這個話 不是小平 你知道他會轉 這個華麗轉身 是象徵你的心態 要跟所有的老百姓 是呼吸同樣的空氣 喝同樣的水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與桃園 現在桃園現在兩百多萬人 同呼吸 我跟你同甘共苦 我就看看蔣經國以前的照片 那樣子還不錯 你知道跟美食啊 十大民間友人啊 你既然你說你是農業蔣經國 那你的行為舉止跟態度 也學蔣經國 我相信就更好了 第三 那誰叫他這個 誰啊 要有人叫他這個 不是你們應該自己 內部裡面要有啊 就是簡單講就是 我們桃園不曉得還沒有主委 辭掉了不曉得 那個活化史 那個我們桃園主委辭掉了嗎 就是 邱毅上啊 現在是那個黃敏宮啦 對黃敏宮 黃敏宮 那我覺得要找 就是年輕的 都會的 桃園的 科技的 這樣子的一群團隊 來叫他怎麼搞選舉 又熱血 又時髦 在他 在他能夠接受的範圍內 也不要硬弄不自在 要叫你鐘小平去教他啦 選舉的人設 你本來就擺在這邊 你也不能夠扭曲得太嚴重 陳時中就是過頭 就是有時候我們講彎 就是有時候前面比較固執 像槓子頭 那陳時中又是麻糬 怎麼捏 怎麼搞才會出廁所 公測痴害事件嘛 可是這件事情剛講說 你說對於桃園這場選金 大家打的大概也是個誤波 也有鄭運鵬領先的 也有張善政 或是什麼 可是一封 這則新聞我就不懂了 這是TVBS的一則新聞 他們那個內幕 還沒有當選 就有人先卡位嗎 然後認為選情看賬 張善政進走內鬥頻傳 張團隊頻傳人事安插提檢卡位 地方派系延伸出來的紛爭 他前面還在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民調士 鄭運鵬領先或什麼 你們現在內部他就已經開始分關嗎 他們裡面的紛爭到現在為止 還有的地區都還沒有解決完嘛 怎麼樣要等六十七天六十八天以後解決嗎 沒有他們裡面本來就很奇怪 這個組織也很奇怪 競選總部進辦 還有一個競選辦公室 競選辦公室跟競選總部呢 開會又彼此都不往來 也進辦裡面在開決策會議 也不讓總部的人來 他變成很奇怪 就一個選舉有兩個體系 在各自做各自的容不起來 那至於說裡面的紛紛擾擾 譬如我說九月十三號 就有一位立委就退群組了嘛 那後面都有人講出來的 萬美林就退了所有的群組 然後單獨打電話給了張善政說 雖然我退群組了 我還是會繼續幫忙嘛 那裡面就出了很多問題 就是說他現在分南區主任 南區主委跟北區主委 北區主委是萬美林 南區主委是魯明澤 然後競選總部上面 上面還有一個競選總部的主委 是呂毅林 那這些立委裡面 然後總部裡面的架構呢 誰插手又插得很深 議長邱毅勝 然後邱毅勝又跑去當後援會的主任委員 但是在總部上面又插得很深 那就變成了人事安排上面 就出現很多的漢格 譬如說 我們說北陶是萬美林是主任嘛 但是底下的總幹事跟直信總幹事 都是別人在安插 所以他那個北區北陶的主任委員 他幾乎沒有人事權啊 他現在那一開始的時候 魯明澤是南陶兼中立的負責人 萬美林是桃園選出來的 他是北陶沒有兼桃園 然後就去抗議了 為什麼他兼我沒兼 後面又搞到兩個人都不兼 所以魯明澤的中立又被拿掉了 就變成南陶 後面當然又弄到總幹事的時候 所以會出現一些這些傳聞就是 譬如說我就說 桃園區的總幹事 邱跟萬美林的意見就不一樣了 推的人又不一樣了 那其中有一個人 有人推的人 就喜歡跟著張善政跑 就一直說 他可以直通張善政等等 裡面就說 有什麼事情都可以找他怎麼樣 但是他自己的職務 還在僵持著都還沒搞定 然後就到處說 所以他變成很紛擾的事情 比如說其實好嘛 魯明澤萬美林說 他為什麼可以兼中立區 我為什麼不能兼我的本命區 桃園區好了 魯明澤沒兼了 好 那主導整個競選總部的人 派來了一個叫做江松茂的一個人來 魯明澤看到這個人瘋了 2020年他的選舉對手 民進黨選舉對手的操盤手 就是這一個人 然後現在他擺在中立區 然後我是掛主委 他是掛總幹事 他又不高興了 他說這個人萬一這邊玩一玩 又回到民進黨怎麼樣 就等於說是他裡面的人士裡面 就分了很多塊 你進辦是一個人士在主導 進總一個人士在主導 所以他卡的就是一團亂 那進辦呢 又有一個重要的人 朱立倫的表弟在裡面 進總呢 又大部分呂毅玲跟邱毅勝 所以他到最後融不起來 彼此之間沒有協調 然後你給他掛主委 底下又沒人士權 又是別人在安插等等一大堆 所以為什麼會搞成這麼嚴重 我現在連到現在為止喔 有很多區域裡面 大家在真的安排人士 都還沒有解決 到現在為止喔 有很多區域裡面 大家在真的安排人士 都還沒有解決 到現在為止喔 到說桃園這戰打成是這個樣 可是全國最重中之重 當然一定是臺北 但光姐 是 陳忠是因為人士方面出了狀況嗎 因為好 這次發生一個地層防災 當然你可以想像出來 所有的候選人 全部都在都根什麼 全部都在打一些議題 可是除了打這些議題的同時 你會看到很多民調的出現 今天正傳媒有一份的民調 這份民調 蔣灣是三十二點七 陳時中二六點三 黃山二十三點七 其實還是個撒嘎都 對 跟八月比起來 尤其是陳時中這一塊 確實掉了一些 而這掉了一些 有一個媒體上面講說 陳時中水逆 內部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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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掉了兩個百分點 差不多 綠民調定調說 泡沫攻擊沒有影響 所以這些 陳時中在現在 大家講說 綠營的牌應該都是 陳時中可以整個拿去 黃山跟蔣灣 會不會有氣泡 會不會有什麼 可是你現在看起來 是最近這一波 是講人設出狀況 還是什麼狀況 陳時中沒有往上走啊 對 其實這份民調我講重點 就是說他跟黃山 越來越接近 正負誤差範圍之內 才2點多趴 那你知道陳時中 他掉到哪裡嗎 今天新聞都出來了 他在萬華有道歉對不對 跟防疫有關嘛 說萬華是破口 道完歉 可是萬華還是起不來 只有19趴 就是當然是中正萬華 萬華人是有智慧的 你沒有這個道歉 他也沒講萬華不是破口 就像中間跟年輕 他始終拉不起來 但我們這次正傳媒的民調 還是拉不起來 都連兩成都不到 當那兩個人 比較是三十趴左右的時候 他都只有這兩 十幾趴十幾趴 民黨傳統年輕 年輕應該是他們的族群啊 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之前對陣下藥 希望去得到年輕人的青睞 他去街坡 去很多這些地方啊 就沒想到就是鬧出那個 免治馬桶之頭盔事件 然後你知道這個議題 正傳媒這次民調做得很漂亮 原因就是他針對特殊事件 還有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設計是說 告訴你 而且是很實測 告訴你會不會有氣寶 氣寶產生在誰的手上 陳時中免治馬桶宣傳片 這個爭議 但我跟你講 可能會跌破你們的眼睛 因為在綠營這邊不頂不動 就是呢 好我承認我有改變啊 但是我印象反而變好 就原先支持陳時中的這個族群 反而印象比較變好的五十八點五 他是發酵在藍營 蔣萬安這個支持者的 這個群眾當中 他說有啊 我對他印象變差 這有四成七 但是你說支持陳時中的 有沒有一些改變 對他印象變差 有耶 七點五趴 七點五趴不可謂不中啊 你要去加分的 結果你反而減分 對你自己拍的東西還傷到 好那我們再看 我剛剛講的 驚動慢高 這個我們那個 鄭傳媒設計的 這個有啥啥 但是我只要告訴你 答案就好 結果就好 就是說你用 好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去測 好如果不能讓蔣萬安當選的話 黃珊珊跟陳時中 你都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是針對特定族群 就是說你原本就不是蔣萬安的支持者 那他剛好又不能當選 那你應該很能夠接受黃珊珊跟陳時中 你看喔 不同意的有點跟很不同意的 加起來有五十九趴 代表什麼 代表說黃珊跟陳時中 因為他可能在裡面看到說 我或許支持黃珊珊 但我不支持陳時中 講複雜了我們就看 結論就是你用 如果不能讓陳時中當選的話 黃珊珊蔣萬安的 氣保 黃珊珊蔣萬安之間 同意啊 只要陳時中不當選啊 那他們兩個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說那就很容易 這兩個中間產生氣保 這基層藍白可以互調 對 聽太多了 是不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黃珊珊跟蔣萬安 比較容易互相氣保 可是黃珊珊跟陳時中之間的 互相氣保 比較難 對對對 那你就看到很同意 跟還算同意 有高達過半五成四 就意思說 我只要不要陳時中 但你黃珊珊跟蔣萬安 都可以 對 而且這裡面我在測的時候 可能你是支持陳時中的 我是支持黃珊珊 可是他們測出來同意跟 還算同意的比例很高 就是說 這兩個板子是告訴你 而且他針對不同的族群 他測出來就說 黃珊珊跟陳時中之間 不容易發生氣保 但是黃珊珊跟蔣萬安之間 是容易發生氣保 至於多少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選票回歸 其實蔣萬安一直在 國民黨支持者這邊 他已經有八成五的支持 就是說我支持蔣萬安在藍營的 尤其國民黨這個區域 我有八成五 就是說他凝聚力有八成五 那陳時中一直從六成 拉到七成 他已經高達了七成四 七成八了 因為說綠營有在歸對 綠營支持者 綠營一直在歸對 綠營一直在歸對 他從六成到七成 七成一 我有看別家民調也是這樣 交叉分析的時候差不多 可是在這場面做這個 他已經接近八成了 他的凝聚力已經有產生了 但是我在這一欄要看誰 看黃珊珊 因為他畢竟沒有掛民眾黨 他跟民眾黨之間的 無縫接軌的程度到哪裡 假設民進黨的主席 今天柯文哲學 我相信民眾黨這一欄 對黃珊珊支持度可能八九成 可是在黃珊珊身上 因為我們都會看最特殊的數字 黃珊珊的民眾黨的支持度 只有六成六六十六點三趴 但是民眾黨支持蔣萬安有兩成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標題認為說 如果你全拿了 你如果民眾黨都支持黃珊珊 你就有八成多 可是他為什麼黃珊珊只有六成六 因為民眾黨裡面有兩成一 跑去支持蔣萬安 所以他整個趨勢也坐實了 就是說黃珊珊跟蔣萬安之間 真的比較容易 那我們再看這張基本盤 蔣萬安還是弱勢領先 但是他跟陳時中的差距拉開了 至少還領先 六點四趴已經拉開在五趴以上 那關鍵在哪裡 蔣萬安不高 還是離基本盤四成有一段距離 但問題陳時中也不高啊 你也沒拉起來 所以這中間沒有什麼大變化 但是你要注意黃珊珊散傘 他始終維持到兩成到二十五 差不多就在二三二五中間 他完全沒有下墜的這個跡象 代表什麼 Construct the black belt 最後要看產生變化 有沒有可能在哪些部分產生變化 譬如誰再再犯大錯 你得去原 因為假設我隨便薦 假設陳時中你犯一個比那個 免政馬檔還要大的錯 黃三三就追上你了 那他就變成老二 老二就跟蔣萬萬 這兩個就是 可能就是在藍營之間 會發生化學變化的 那可是陳時中他有基本盤 黃三沒有 那第二個變數說 如果有大概兩成的郵離票 我們講說中間選民 那黃三三他可以利用政策 或是利用什麼打法 他可以去拿他擅長的 這個未表態或郵離 或是中間中立的 這些選票的話 或許他會有加分 這我們都假設 不然的話 藍歸藍綠歸綠目前 你看還是 那蔣萬萬始終跌不破 他上不去 但是他還跌不破 所以他一直是弱勢領先者 因為光潛一直覺得 國民黨再怎麼樣那個盤 你說不管連聖文 或丁守中那時候都有四成 所以你說那個三成多 可是 你看從八月到現在 八月二號這場沒做的時候 蔣萬萬是二十九點六 陳時中是二八點八 幾乎是平手 那黃三一樣二十三左右 可是到了這一次 陳時中到二十六點多 跟媒體上面報導說 那陳時中民黨內部自己算一算 大概也掉了兩趴 算一算是這個樣 所以是真的這一陣子 大家一直在講 陳時中是從當時指揮官 這麼穩重的人設或各方面 這麼讓大家覺得說 有信任度的人設 最近因為要體工體驗 百工百業跑跑跑跑跑到最後 人設跑掉了嗎 所以變成這樣嗎 再加上出了一些狀況 其實並不是人設跑掉 如果人設跑掉 大概跌的狀況會更差 他其實就是他的幕僚 或許在這段時間 確實沒有在整個的步調 或是說在整個的一些 該去推動的一些基本的SOP 做得沒有那麼到位 否則你說這個免治馬桶 這支影片 其實不應該是出這些錯 應該是要經過很多個關卡 看完才有可能出來的嗎 所以可能是一些SOP 沒有做到位才會這個樣子 那如果真的人設跑掉 就不用再說了 跌了可能就拉不回來 可是並不是 就是在這兩趴當中 而且這個兩趴說真的 也就是在誤差範圍 只是說知道他的這個民調 如果依照陳時中 一開始正式被提名 然後往上攀升 其實現在應該要再往上 是 那個調性 應該是往上走的 對 沒錯 就是說從他一開始 這樣的一個氛圍 然後變成是所有的媒體 追逐的焦點 甚至是所有引領話題 風向的一些 這個候選人的一個角色 所以如果依照現在 這一個月當中 應該要再往上 但是沒有停滯 甚至有點往下 那當然就是他的幕僚作業 發生了問題 跟人設無關 那我們今天就必須說 就是說剛剛光清姐的 這份民調 由鄭傳媒做的 這份民調 說真的很清楚 就是所謂的棄保 他要去查 要去把它展現出來 就是棄保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大家都說 蔣萬安跟黃珊珊 因為蔣萬安一直 包括國民黨 他們一直希望說 操作棄保 可是操作不來 因為蔣萬安的特色沒有 甚至是說 黃珊珊她擁有 柯文哲的行政資源 然後陳時中 是有中央的資源 她就被邊緣化了 那今天她完全是在吃 她的基本盤 就是藍在臺北的基本盤 她就是穩住在這裡 所以她跟黃珊珊已經不可能 有所謂的棄保的問題 但是這個民調還是支持者 藍的支持者還是希望會有棄保 可是這個已經跑不出來 那陳時中跟黃珊珊 基本上大家都說 黃珊珊就吃得到綠營的票 可是從這個民調當中 也是未來在綠的支持者 還是會回歸 在這兩者當中 還是比較不會產生這個狀況 OK 可是小平 對於講官來講的話 她前一陣子打出兩獎牌 就是要護基本盤 肯定護基本盤 因為撒卡都市下 基本盤護到 大概就已經有大概四成左右的勝算 最少嘛 因為基本盤護 那最近請問一下 她到底信不信蔣 那這件事情 信不信蔣的這件事情 對她的基本盤會有影響嗎 當然是有影響 沒有人認為說她不信蔣 除非周玉寇拔了蔣經國的頭髮 講完的頭髮繼續驗驗看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弄這個很無聊 第二個呢 而且不弄這個 雖然無聊也不是不能弄 還是有效 可能有效會影響到你們的支持 有效 可是你找了周玉寇就沒效了嗎 他會不會出現負面效應 有負面效應啊 王世堅不是都講話了嗎 不是 就是讓周玉寇來搞這個事情 就把這個事情 有的搞的搞弄領了 就沒效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 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做台北市的民調 國民黨是不到20% 政黨支持度 對 那民進黨大概2526 回到陳時中差不多的支持度 就吃了很多了 因為為什麼 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隱藏事 就是藍營偽裝 偽裝中立選民 藍營會偽裝中立選民 因為 綠營也講說他們的支持者 會不會有點自發性的 去支持黃燦燦 光晴講得很清楚 他在 我們只有 我們現在是不是大概16到18 國民黨支持者 然後 衛表態裡面就是中立選民 很多是國民黨偽裝的 講完吃到了16 18% 願意說你是國民黨的 因為有時候講國民黨 不太光彩現在 然後他拿了八成多 那可是 他那一塊 也拿了很多 就中立選民 那可是那一塊 又被黃燦燦拿走 很多很多 這是第一件 重要的要分析一下 第二 如果我們這個民調 一直保持甚至多一點 現在贏6%嘛 對 贏6到9%就好了 贏10%當然不容易 我覺得民進黨不是吃素的 所以會變成 一路他都22 23 然後我說黃燦燦 然後呢 我們就發生 藍白棄保就很小 藍白棄保有個重要條件 仇恨值跟恐懼感 就是哇 陳時中要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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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中會當選啊 這是情緒 第二 第三 就是黃燦燦 黃燦燦 黃燦燦 我們的心病是什麼 黃燦燦的年輕票 為什麼都會投 特別受到台灣主權的時候 就很會投民進黨 只有藍跟綠的時候 可地方選舉沒那麼嚴重 那陳時中人設不好 當傳統的綠 不投綠的時候有三個走向 第一個投給國民黨 比較小機會 第二個不投票 可是現在出一個 他們很愛投黃燦燦 當傳統的綠 不投綠的時候有三個走向 第一個投給國民黨 比較小機會 第二個不投票 可是現在出一個 他們很愛投黃燦燦 這是黃燦燦 23%撐住 可是為什麼 就成不了大局 你知道嗎 因為50歲以上 她票非常少 是小兒麻痺 年輕的票 20到35是大象腿 所以她是一個不均 5歲以上為什麼 就小兒麻痺 人有這麼少嗎 票很少 真的嗎 50歲以上 50以上 都10%以下 當然禁老今天 你要挑引述行榮 對啊 我選票做行榮 所以 所以她就變成 失衡的一個候選人 年輕的超強 跟老的超弱 好 所以呢 所以那個我們怎麼樣 確保勝利 有一個要害 就40到49 這個算是中古的 家庭的生產力中心 投黃燦燦太多了 我們現在不要吃心妄想 說是棄保年輕的 年輕的 本來投國那就會很少 其實要集中火力 要用各種的文宣 跟公共政策 只供40到49 全力才會贏 40到49 給黃燦拿走 一大塊是有強大的變數 所以最後我要講什麼呢 有個交叉分析 這可能是創始上 投票率最低的台北市場 三個都不夠強 好 那交叉分析下來以後呢 民進黨是比我們愛投票 比較死忠 比較死忠 說不定 就把那個五六趴吃掉了 但以後發生什麼事 我們再說 今天才有68天 所以誰投不投票 那是關係超級重大 我認為黃燦燦大概就 第三 就是棄保不了的第三名 還是藍綠的對決 而對決之後 向心力鼓舞士氣 投票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中請問一下 傳統上不是年輕人 會支持民進黨的是蠻多的 對 那為什麼陳之中在 在光晴那個 那個民調裡頭 他的年輕人支持度 低到你難以想像 對 為什麼 今年真的比較特殊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整個事情發酵 其實大概是從林志堅 論文開始 那件事情因為 就是整個那個新聞鬧太大了 然後你知道整個網路上 因為我們講過 所以那不是只有在桃園而已 沒有那全國的事情 因為年輕朋友他大學生研究生 那這剛好是在準備要考研究所 跟準備寫論文 所以他們對這個 他們的人生經驗是非常的 你知道就是很充足 特別現在高學歷普遍 所以大概三十幾歲的朋友 他們大概也都有寫過論文的這個經驗 所以基本上四十歲以下的朋友 他有這個經驗的人 他對那個經驗法則 特別那個時候 現在當然很多論文都被拿出來檢視 可是當時就是林志堅那兩本在那邊檢視 所以他那個影響真的 我覺得那個時候傷到民進黨太大 所以你看連後來那個新竹棒球場 那件事情我憑良英講 我自己是新竹人 你說那個棒球場真的有到那麼瑕疵嗎 我憑良英講沒有 但是因為他是伴隨著那個論文門的事情 所以變成那個球場也是變成那個球場門 所以最後才逼得林志堅退選 林志堅退選不是因為桃園 他其實桃園不用退選 他也不會輸啦 他是因為其他地方壓力太大了 因為他不退選的結果是 他會影響到其他的候選人 比如說我們講的陳時中 所以是因為這樣最後他才選擇 不管他是主動或被動 總之他退選是這件事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就講一個 我們就講另外一個民調 台灣民意基金會 永遠都那個民調 他講那個 蔡英文總統的聲望 那最新的聲望是 贊同他的 就是比較認同蔡英文總統 處理國家大事的是43% 不認同的是42% 基本上是打平 可是打平不是重點 我們要看的是趨勢 他如果跟兩個月前七月比的話 他整體的這個聲望 是下降了大概9.2% 9.2% 對 兩個月下降了9.2% 這是整體 他如果再細看 其中最嚴重的是20到24歲 他竟然下降了26% 26%不是一個開玩笑的數字 那不是誤差值 那個真的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一波的這個操作下來 年輕朋友對於民進黨的 那個憤怒的那個底細 是不斷的上升 所以現在民進黨壓力 就搭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陳時中的情況 還有像黃珊珊的情況 我最喜歡 我之前一直拿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正傳媒 當然正傳媒你看 陳時中的民調也是 跟之前比也是下降 另外我看到還有另外一個民調 也是讓我很訝異 就是說 之前也是自由時報 做台北市長的民調 自由時報做出來 陳時中是贏 贏的 但是年輕人很低 他在20到2090 他竟然只有12% 對比他的對手 黃珊珊拿到快四成 你就知道這裡突顯的情況 再包括我們再講另外一個 今天自由時報 民調不是也剛剛做了那個 張善政跟鄭運鵬的民調嗎 那他做出來是鄭運鵬贏 這個當然有 可能有他的機構效應 但重點是 在20到29歲 鄭運鵬跟張善政是打拼 國民黨什麼時候 在年輕票跟民進黨打拼過 而且還是自由時報的民調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一次的趨勢來講的話 這些年輕朋友的這些票 包括像我平常我在看D卡 PDT不用講 PDT討論民進黨是 已經是眾所見識 現在包括連D卡 都在討論這些事 D卡不在討論政治 可是他們會討論的就是 比如說像林志堅 然後之前的那個廁所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 這個逆風對民進黨來講 壓力真的很大 那這裡面最爽的是誰 就是黃珊珊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不會被棄保 就是因為 因為對這些年輕朋友來講 他們過去可能是綠營的 我相信也是 我相信他們可能在 蔡英文選總統的時候 他們絕對是 可是他們現在 因為年輕朋友本來政黨的 那個傾向就不一定 所以他們現在不喜歡陳時中 其實不一定是陳時中的問題 可能是因為可能整個大環境 那他們不會把票讓給蔡萬安 所以這時候黃珊珊 在這一塊他就是大量的吃 所以現在還有一種說法 是說當然藍白之間的票會棄保 剛剛大家討論 藍白之間 這是大家傳統的觀念 現在還有一種觀念是 綠白之間是不是也有選票的流動 就是說這些原本支持陳時中的 那因為陳時中可能 包括之前可能像那個廁所 所以那個我覺得是 不一定到大商 可是那個你在網路上一直傳一傳 年輕朋友本來關心政治的比例就不高 可是廁所他們會看 所以這個東西對陳時中來講 傷害就是會 就是本來不應該犯的小錯 可是就是一連串就會傷害到他自己 所以最後他的票就會流到 這些票不可能給蔡萬安 他們就會流到黃珊珊的身上 所以現在變成有一種情況是 黃珊珊在最後的關頭 現在23% 他會不會就是更多 因為我跟你講還有一群 我們看正傳媒的民調 我算了一下 還有將近兩成的朋友是魏表泰 那魏表泰你不能用比例去算 不對 因為這些魏表泰就表示說 他對於政黨的傾向 國民黨 民進黨 他是比較沒有傾向 那我們去看立次的民調 黃珊珊他的票很雜 大雜壞 就是說特別是這種 比較沒有政黨傾向的 他們最後會給黃珊珊 所以我認為說 正傳媒這個剩下的 這個不到兩成的票裡面 黃珊珊會吃到比較多 黃珊珊吃得多的情況下 最後就是看蔣萬安跟陳時中 就是這裡面 所以最後這幾個月 為什麼臺北市現在很多專家 我們很多專家 大家都沒有辦法去預測 就是說你看民調也是高高低低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這裡面的氣寶 是不是單純的藍白氣寶 他包括還有綠白之間的氣寶 所以這個混在一起的情況下 至少現在還沒有辦法去預測說 誰能出現 請問一下 年輕人對蔣萬安信不信蔣 跟他要不要去投票 要不要支持他 或是對於一些 包括他家人一些的故事 你們是拿來當八卦看 還是真的會影響到投票的傾向 八卦 我看PTT上就是八卦 就是他不會 他完全不認為 他有沒有姓蔣 他姓張 或是他姓什麼 根本沒人理他 對這些朋友來講 蔣萬安就是一個這樣 可能就是一個 形象像就是一個 溫和的貴公子 正二代 就是一個這樣的圖騰 至於他有沒有姓蔣 我平常講 那可能是中老年人 特別是知道過去 天上掉下來禮物 過一個層級的 這些我們比較年長的朋友 對他比較關心 那年輕人沒有 真的不會在意這個 OK 現在看起來這個沙喀都 唐老師 黃山已經離開市府 但離開市府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就是挺他 柯文哲就是挺他 可是那個挺 你又不能市府大蠟蠟去挺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柯跟黃之間到底是 要怎麼樣做 你說沒有大蠟蠟挺 你覺得還很大蠟蠟 我覺得有啊 官員出來辯護公共政策 以前是不敢的 你看小平兄也同意我 陳時中週末的時候提 市林北投前瞻入網計劃 十年計劃 他說中美快速道路的高架橋 應該銜接國道一號 百林橋拉高拓寬 對不對 通河東街通河西街 好啦 這個候選人提政見公共政策 合理吧 你辯論嘛 你講黃三三陣營你可以回應啊 你黃三三陣營也應該回應嘛 結果還沒有回應 禮拜天喔 當天晚上交通局就回應說 不可行 而且都是公務員回應 你看黃三三的脈絡下來 對公共政策 公務員多積極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子嗎 交通局當天晚上就說 這個我們2015年已經評估過了 這個不可行啊 這個腹地不足啦 高架橋平面都不行 等一下 現在在選舉耶 你交通局公務員 你講什麼 這個第一個 我就是候選人 就是現在認為你沒做好 我提政策嘛 那我覺得這些事情 你說黃三三 你說黃三三 黃棠老師補一句話 黃三三當然有啊 然後黃三三來 歡欣鼓舞 只要其他兩個來 那個處長就像臉多臭啊 做完你們吃飯 這個好是這樣子就是說 黃三三作為剛辭職的副市長 當過一任一陣子的副市長 總是有人情世故 那你黃三三可以講 你如果黃三三說 我們市府我過去當副市長 我們研究過不行 因為怎樣怎樣 那管媽也講啦 管媽說我這個不一樣啊 對不對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土地 已經改成這個防洪牆設施了 我不會拆民宅啦 那我還是可以做 我可能做明日的民水路嘛 好嗎 政策辯論 奇怪 黃三三前副市長候選人 一句話都不講 那怎麼會讓交通局講 我覺得這個不合理吧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啦 就是說 市民的眼睛還是雪亮 公共政策是可以辯論 三個候選人 不管在講內湖的交通 還是在講士林北投的前瞻路網 計畫都可以談 可是我還是強烈的建議 我們臺北市政府 這些優秀的千千萬萬的公務員 不管是基層還是高層 千萬在這個時候 不要對於中共政策 這麼快的跳出來 你候選人講話可以 我們大家都在檢視你 可是當天晚上交通局這樣跳出來 直接說候選人政策不可行 我覺得這個太過分了 現在看起來的話 另外一個話題 抗中保台跟不投降同意書 簽署不投降同意書 三個人的態度 講完好是沒有要簽這個 可是他說民進黨應該要簽 遵守憲法承諾書 陳宗當然他講說他會簽 他講說簽署不投降 是表示你這種態度 而且他還直接講說 兩岸如果不能真正互相推動 當選市長可能就停辦雙城論壇 心戰決定勝負 領導者若態度不堅 必兵敗如三島 光擋 你要讓國共內戰歷史傷痛 在台灣重演嗎 OK 那黃珊珊的態度是 他也願意簽 他說不要互相對立 所以小平 簽不簽這個 到底重要在哪 選問大了好不好 真的嗎 我跟你講 這個當然綠營發動的 你看陳志忠 其實陳志忠是會選舉的 他是三個裡面 最會操作意識形態的人 那他自己也是深綠 他對這方面也有感 也喜歡講 也有這個能力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看黃珊珊的表現 我先講講官的表現 就拿憲法出來 然後他要這樣講 就是我對中中選民 中華民國派 我免可交代 憲法還是比你簽個大 對不對 其實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他心裡想說 為什麼要簽你綠營的 你找一個真正的公民團體 他搞不好就簽了 我認為黃珊 因為不投降 每個政治人物 都會跟你講說 我為什麼要投降 我當然不投降 但你叫我簽 不是 簽了什麼後果 你們知道嗎 本來講完要投降的 綠營叫他簽 他就不投降 那不是搞死講完 一定這樣玩的 所以你說簽也不是 不簽也不是 中立團體我可以考慮簽 綠營叫我簽 那好像高價的脖子 這樣的話 被他玩死為止不可能 我所以不可能簽 也是有道理對不對 那最有趣的是 這個黃珊 黃珊看到蔣萬不簽 我就發現打到 外省 深藍 我是要搶中間 淺藍解決 最重要的是我要搶 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派 你信不信你做民調 綠營大概九成五 九成九要簽 綠營的支持者 然後藍營的 你信不信 深藍的 是基本都不要簽 你知道這個 本來就很難拿捏 但淺藍那一掛 淺藍那一掛 中華民國派 我認為五十八要簽 五十八不要簽 我姑且一定有這樣的比例 所以他在吃這一塊 他在挖我們淺藍的老本 不知道誰教他的 你知道 黃珊珊 我想是這樣子 他們都有一定有操作過 這是個天大的議題 而且你看民進黨 一次一次的發動 想轉移戰場 第一 就是我台北是個淨土 你新竹桃園的爛市 不要搞到我台北來 剛剛郁中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年輕人的票 怎麼想恢復元氣 把它弄回來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 我提兩個出來 我現在不敢提公文真實 你知道 剛剛唐老師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大膽到 歷屆的貶政府 什麼馬政府 好政府 是沒有人敢說 好選人好選人幹 辯論我覺得合理 公務員跳出來 沒有人講得過公務員嘛 公務員有多專業啊 你看第一個打槍 是內湖說不可行啊 第二個打槍 你把那個百靈橋提高 接國道不可行 他就吃了兩個悶棍 你知道嗎 我說陳時中是氣餒的 所以再講公共政策 不講不行 講一杯打槍 他還是不要用團隊弄你 這個態勢 對黃黃山太有優勢了 你知道嗎 好像工程啊 你工程我拿石頭 打你頭 你就摔下去 搶成門有沒有 好 他要活下來嘛 陳時中 我就一定轉移到 從外地轉到台北市 從內政轉兩岸嘛 所以就開始打 抗中保台 這個回到民進黨的強項 而這兩個又是 蔣萬安跟黃山太有弱項 我說意識形態的操作 政黨他也強 陳時中也有這個能力 所以他們現在想走這個風格 打打看 所以弄這個不投降承諾書 我認為由來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看起來 抗中保台 尤其在今年是地方這個選舉 打這樣的議題 真的能夠發酵到這樣嗎 可是我當然知道 因為你說 包括台灣政治法的問題 包括裴若西來 老共又軍演 那還是會有一些像這樣 一些波濤 可能不是有一個民調講說 大概有一半的人認為 如果真的要開戰的話 對 會覺得說兩岸今天 如果真的開戰 台灣還是會有風險 還是會有可能被拿下來 他還是會有這樣一些民調 所以你打這個議題 真的會有利嗎 打這個議題 對民進黨當然是有利的嘛 他又熟悉嘛 就變成內政所有的缺失 什麼什麼論文啊 棒球門啊 那個都變得不重要了 回到民族大義 台灣的民族主義技術嘛 好 然後有個民調 台灣民意基金會做民調說 52%認為民進黨 是沒有能力鎖住台灣 那二十幾%認為是可以的 而且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這個這個論述 就一個藍綠的表態 就是各種解讀 你知道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那打起來誰會贏 我們贏還是老共贏 國軍贏還是共軍贏 大家關心嘛 然後呢 兩岸29%認為台灣會贏 這是藍綠都在裡面 白都在裡面 51%老共會贏 所以這個民進黨 有隱藏很大的風險 因為再怎麼樣帳面 當然不能說51%就是藍白 29%就是綠 當然 可是51%比29%還是大很多 那表示還是對民進黨不利嘛 認為你兩岸打起來 怎麼辦等等 那最後我要講什麼 這個真的 兩個政黨真是各自表述 民進黨支持者認為 保台 可不可以保得住嗎 民進黨認為八成保得住 厲害吧 那國民黨認為 支持者八成四保不住 然後回到關鍵的 十幾%白色的票 柯文哲的票 民眾黨兩成二保得住 七成五保不住 顯然藍白是一撥票 看起來還是這樣子 OK 所以你們現在真的要主打 抗中保來 尤其在臺北這一招 其實我們不會去 在這個議題當中去主打 尤其在選舉 這是各縣市的選舉 那剛剛小平一直說 民眾黨跟國民黨 其實民眾黨當然要搶你的 基本盤啊 這是基本的啊 正常啊 對啊這是一定的嘛 那你今天蔣萬一直往深藍的跑 那廢話 那他一定要去搶你的這個 所謂中間藍的這個區塊啊 那你本來就是說 你原本是希望把黃三三棄保掉 他沒有啊 他現在用行政資源 然後又用中間藍的 這樣的一個力量 在你蔣萬不敢表達的態度 他來表達 甚至逼你表達 這本來就選戰 所以這怎麼可能棄保 這就棄保不了 可是光潔 是 當蔣萬打兩獎牌的時候 那個兩獎牌 或是講抗中保台 綠營要打抗中保台 這些都是跟兩岸關係會有關係的嘛 可是這些 我剛剛講 對蔣萬來講 他到底是要 去深究那個深藍的那一塊 兩獎牌的那一塊 可是你打這些 有人講說 就是因為你打這些 才有人去打你爹姓什麼 你到底姓什麼 去打這些 可是這些還是回到 台北市長選戰 為什麼就要打這些呢 其實喔 基層選舉 包括 台北市市長選舉 他多半是看服務 看你推出來的政績 或者你在四年任內 你留下什麼 所以為什麼縣市首長 寧願有的啦 下字入 就是某個雜誌 他定期會做 我一定要擠到五星 我好歹也要四星辦 那個就變成一個集體印象 零字間的集體印象 就從雜誌來的 就是五星市長 你看 如果他不發生論文事件 好不好選 那就是要強調 我這個給城市的光榮感 我們進步了多少 然後我各項的那一種 我們的幸福感 幸福城市 然後什麼 各項的那個 我是有進步的 我進步多少 那這個你說 再加上媒體效應 凝結成一個 他要尋求連任 或是他想更上一層樓 那個就是一個招牌嘛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看 縣市首長特別重視這些 那你說抗中寶臺 你當然我覺得綠營也很憋啦 因為他們打抗中寶臺 這芒果乾 總統大選的話 那個好打得要命 那可是你在縣市首長 這邊耍不開 耍不開就是說 你不是說完全等於零 但是你沒有辦法灌進去 我舉一個例子 越基層的選舉 這一次你看里長70個人 改掛五檔級 從國民黨的 你知道為什麼 里長也是同樣的道理 一曲同工 他要綠的票 他就 里長我服務你 我到你這家 喔你是綠的 我就不服務你嗎 不可能 你越local的 他就是門就開著 你隨時要來 所以我覺得 抗中寶臺這個議題 在縣市首長的選舉 發銷不了 但是 笨蛋才不簽耶 這五本生意耶 這政治忠誠查核啦 對你不簽 你不簽是不是 惹罵哀罵 誰管你我還聽過一個綠名嘴說 如果中共打來了 把我們台灣拿下的話 他要切副自殺 他講他的 他真的切副自殺 對 那同樣的啊 如果中共打來的話 你要不要投降 你當然要展現說 我事實不投降嘛 這個在幹嘛 這個假議題在 中誠表達 比如說 什麼人有開 就十八 誰比較強那個議位啦 那你當然給你簽 當然簽啊 你不簽代表什麼 很多疑惑 你是不是跟中共怎樣 就很多文章做嘛 你是怎樣 你還投降派嗎 你失敗主義嗎 就來了嘛 只有這個命題 我覺得 他既然有人要給你簽 又不跟你要錢 對不對 你免費簽 展現我一個保台決心 笨蛋才不簽 你免費簽 展現我一個保台決心 笨蛋才不簽 可是逸風 這算縣世報嘛 我所謂縣世報就是 老共一天到晚騷擾我們 從西南空域 現在你說連蘇澳 蘇澳外海 然後他的軍艦 跟戰崗換防一樣 然後在那邊弄 一天到晚搞街 他現在也嘗到這個滋味了 然後美跟日本的 就是一天到晚 而且是在他領空飛喔 然後他也要上去 要做驅離 要去做什麼什麼這些 他也知道人家這樣飛 你也很不舒服吧 當然不舒服啊 就我們叫他們走 他們跟我們嗆話 他叫日本飛機走 叫美國飛機走 美國飛機也跟他嗆話 對不對 那你看 我們看到上面這一張圖 他是美國的P-8A的飛機 就在16號的時候 他先從東南的四飛區以後 直接劃中線就往那個北部飛過去 那中國的飛機也有來攔截啊 不理他啊 你來攔截他五次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啊 我有國際航空權 就直接就飛了 你也不理你嘛 然後我們看到下面那一張 就是19號就兩天前才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更狠喔 他是RCE35U的一個電子偵測偵察機 他從日本沖繩的加索納機場起飛以後 直接穿越東海識別區 直接沿著他的沿岸 可以看得出來 直接幾乎沿著沿岸貼著貼著 一直往青島上面飛嘛 那中國有沒有去跟他講呢 飛機那一定有嗎 而且多強看 你已經侵犯我的主權等等 不理你照樣飛 甚至於傳出來說 還跟他說跟中共的飛機說 不然你飛我左邊 我們一起往前飛 所以你就看到已經是完全不理他的嘛 那當然 18號前一天當然就是日本的飛機 也是直接進入了他的識別區領空飛嘛 也是一樣啊 警告日本啊 你要離開 立即離開 日本也不理他 繼續飛啊 所以換言之 我覺得你看18號 19號以及前面的16號 你就看得出來這個 很少日本啊 當然有飛過大陸的領空或識別區過 比如說去年他們就飛過 也是跳起來 包括也飛過那個美交島那附近 他也是跳起來啊 但是你很難得聽到說 日本的飛機是直接就整一 直接穿過去 就是故意的這種行為 戰機的故意行為 而且你看一連串的就是 16號啦 18號啦 19號 美國似乎跟日本好像是接續著 來看來你領空的問題啊 我覺得現在 美國也 不太理會中國所謂的你的領空啊 等等的問題啦 那個AZIZ的那個識別區 防空識別區 你像日本現在也不太理你識別區的問題 就很簡單一件事嘛 你沒事的時候 戰鬥無人機什麼軍機 你就是光顧海峽 我們旁邊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雖然那是公共海域 你對我當然也是威脅啊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是希望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對 讓你讓你中國自己去感受一下 你是不是似可而止 當然也有人說啦 就他一直飛 現在每日如果持續不斷的飛 中國的識別區域 或是領空的問題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 有人說也是幫台灣啦 就是說你也不要飛 我們也盡量稍微車一點 不要那麼頻繁的飛 因為美國大概這一個禮拜 已經出現過很多次進識別區域 上個月底的時候 也是連續兩三天 就直接跟你飛進去喔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個也是有一點在 幫台灣的意味 現在看起來的話 湯老師可不可以告訴我 拜登講說 當記者問到說 如果老共真的打了台灣 然後美國 是不是美軍男女 會不會到台灣駐戰 他說Yes的意思 是真的很肯定會派兵來打仗嗎 在台灣 看起來是啊 就是說這已經第四次講了 這個背景是這樣 CBS的60分鐘 在9月15號的時候 預錄 因為他要去那個倫敦 參加那個 這個伊利在外女王的這個 告別式 國葬 所以他在預錄的那天 9月15號剛好就是這個 習近平跟普丁在物資別客 上和會會面的時候 那因為之前三次拜登都講 OK 那有人就說 這個拜登可能沒有想清楚 後來因為美國的國務院 白宮又說 我們的政策沒有變 等等等等 所以這一次當然 這個專訪半個小時 但是主持人就打到機會 就再問一次 那問什麼 他就說 如果這個中國攻擊台灣的話 你會不會出兵防衛台灣 他說會 他說你我確定一下 你的意思說 所有的我們這個美國的軍隊 不管男的女的 都會防衛台灣嗎 他說沒有錯 而且主持人說 這個跟烏克蘭不一樣 對不對 他說不一樣 他說至於台獨 他說我們不表示立場 不鼓勵 但是叫做台灣自己 人民來自己決定 我想這個政策立場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拜登是二十九歲 一九七三年 就當參議員 他那個時候 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他就是連署的參議員 所以他對這一段的歷史 是非常非常清楚 更何況這是第四次 說這個事情 美國的政府官方立場說 我們政策沒有改變 你問我我也覺得沒有改變 什麼意思 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 這個八一七公報 建交公報跟上海公報 還有台灣六項保證 所謂的一中政策 本來就沒有變 這一中政策說什麼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核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沒有錯 至於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從而不論 這個就是美國的一中政策 到現在沒有變 那拜登講這個話 包括上個禮拜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通過的這個台灣政策 這些事情都沒有改變 美國的現行的一中政策 那至於什麼戰略信息 戰略模糊 這個就不用再說了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戰略模糊了 現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這個話一講出來 大家就知道很清楚了 第一個 就沒有什麼以美論 棄台論 這個都沒有了 這個就不用講 第二個戰略模糊的事情 也不講了 第三個美國現行的 跟中國的一中原則 完全不一樣的那個一中政策 也沒有改變 那美國會不會出兵 會啊 如果什麼 如果中國前所未有的 攻擊台灣的話 那這個出兵當然包括什麼 信息戰啊 這個這個駐軍啊 這個這個飛機啊 所有的全面 而且講得很清楚 跟烏克蘭不一樣 跟烏克蘭的情形不一樣 我覺得配上上個上個禮拜的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台灣台灣政策法的草案 和拜登已經第四次講出 這個話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還去懷疑 美國可能會棄台 或者美國又動嘴巴 不出行動 我覺得這個都不切實際 這個已經非常清楚 明確的美國的政策 起碼在拜登總統的任內 是這樣執行的 OK 那在國內的選戰的部分 因為今天在媒體上面 爆出來的一段 新竹的黃玉忠老師 有 媒體上面爆說 高鴻安的博士論文 對 然後說沒有設抄襲 對 他今天就開了記者會 對 然後甚或 柯碧就直接講說 你要相信新大級大學 還是要相信周刊 對 所以高鴻安是很有把握嗎 他今天算是戰力滿點 鄉民是說 這個基本上是戰力爆表 他被他評為是教科諸等級的 反級記者會 因為時間點 昨天才說 就等於今天早上 因為他等於前一兩天知道說 媒體要爆 所以他等於今天第一時間 他就進行記者會的回應 然後這裡面他拿出一個東西 他就拿出那個 其實高鴻安真的是有備而來 他拿出新興納提大學的那個 研究誠信辦公室副研究長的文 就直接這麼 類似我們這邊的學人會 就是說他的論文沒有問題 這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還要強調說 他就直接講 他就說他從小什麼 北英女 台大 師大第一名進去台大 他就說他的籌學歷程 他是一個我們講的 我們認知的學霸 他順便來算一下 他說他不是中華大學 夜間部中等級的 不要拿他來跟我比 他算的就是名字堅 我那個真的是戰力滿點 然後接下來就講這件事情 然後整個過程 當場把他的博士論文 下載給大家看 然後用英文講出他的 那些研究綱要 就有點像在meeting的感覺 就用英文這樣講出來 所以你知道那個氣勢 先不要講他到底是怎麼樣 光那個氣勢就震住人心 師大第一名進去台大 他就說他的籌學歷程 他是一個我們講的 我們認知的學霸 他順便來算一下 他說他不是中華大學 夜間部中等級的 不要拿他來跟我比 他算的就是名字堅 我那個真的是戰力滿點 然後接下來就講這件事情 然後整個過程 當場把他的博士論文 下載給大家看 然後用英文講出 他的那些研究綱要 就有點像在meeting的感覺 就用英文這樣講出來 所以你知道那個氣勢 先不要講他到底是怎麼樣 光那個氣勢就震住人心 所以平常一講這個記者會 對他是有加分 那當然其實鏡周刊有抓出來 就是說他的論文確實有修改 他說他在9月17號的時候 他們發現他在參考文獻上 多加註的第64條 那這個參考文獻是什麼 就是一篇他自己 他在知車會所寫的論文 就是說他的博士論文 人家說你引用 他等於是 他等於是有點像自己 超自己的概念 因為他放的第64 新的那個參考文獻 是他自己在知車會任內寫的論文 所以就變成是自己抄襲自己 那自己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參考文獻這個有輸入 因為他確實在9月17號有更改過 但是重點是知車會是有幫他講話的 知車會今天下午有講 因為有人就說 你在知車會任內的這個論文 到底可不可以拿去當你的博士論文 這個是有沒有授權的問題 那知車會今天下午是說 如果這個東西是進行實際的應用 比如說商業或是其他的 這個有授權的問題 但知車會講的一個是說 如果是純學術引用的話 沒有授權問題 等於是在幫他鋪這個層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說 他的論文在注釋上確實有瑕疵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的質疑就是說 那自己 因為他那個 他在知車會的論文是 他是第一作者 那一定還有第二第三作者 類似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放到你的 你的博士論文裡面 所以理論上你要放參考文獻 那就是他當初他提的第一版的 那個是沒有 所以這個是瑕疵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憑良硬起來 看起來是相較於其他的 那個戰力報表來講 這個瑕疵大家可以公平的 大家可以討論 可是以至少他第一時間 出來回應這件事情來講 從態度來講 對比張善政 講那個 五千多萬的那個研究案到現在 欸 他什麼時候開說明 對啊 明天 他本來是禮拜 又是明天了 他本來要十九號 對啊 後來因為地震嘛 沒有他一個禮拜前就說明天 明天明天 他講明天一定要開了 所以就是說 對比來講 本來張善政的案子 一開始他其實也是 金州官報出來 可是其實一開始大家認為說 好歹你也是一個Post 你又是學者 你應該第一時間就出來回應 而且你是計畫主持人 下面那個那麼多人在抄 是誰抄 可能因為你只是 你是主持人嘛 不是你下去寫的嘛 你就把那些人找回來 大家弄一弄就好 但是到現在 所以你看那個民調 為什麼會一直這樣 就是說大家就覺得 一開始還覺得說 那應該你就出來說明就好 可是你一直不說明的結果 對比你家高雄 今天第一時間出來說明 所以我說這個 兩相對照之下 所以以記者會的形勢來講的話 我先不 因為我們不是論文專家 我也沒辦法去回應說 他論文到底是有沒有抄襲 可是至少那個 形勢看起來的話 一般民眾認為說 他就是回應了 那就好啦 來 天菲 基本上這個案子 你說把它牽扯到說 他的這個論文 是不是抄襲 我覺得這是有點 有點好像大家 把那個話題 有點扭解了 其實他這個案子 所以不是要說抄襲的問題 他其實這個案子 是因為說 高雄安確實是 計畫主持人 那現在大家要去討論的是 到底當你計畫主持人 然後你要去引用的時候 尤其你自己是計畫主持人 可是這個案子又是 經濟部補助自策會執行的 他是106年度創新前瞻科技 專案計畫 而且這個補助有994萬 所以這個為什麼都是金周刊 金周刊就是把它做一個比對說 同樣都是計畫主持人 張善政也是那個計畫主持人 五千這個 九百六十幾萬 五千七百六十 七三六 五七三六 對 然後這個是大概 九百九十四萬的一個計畫 但是現在大家要去討論的是說 雖然資社會今天講的是說 他們其實研發成果 他們都會用不同的形式 把它公佈出來 可是你還是如果實際要應用的話 那到底應用是什麼樣的應用 因為鴻安他這個案子 是把它引用變成是 自己的論文去取得學位 那這個你他的出處沒有寫 那一定是確認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要授權 我覺得也應該在 就是把它講清楚 就是未來 其實我相信很多的 這個所謂學者專家 他們都有很多我們政府的計畫案 從張山正 然後再到鴻安 其實就是很多的計畫案 那這個計畫案 到底我們未來 這個分寸要怎麼去界定 是不是說我是計畫主持人 那我就可以自然引用 那其實他這個補助契約裡面 第十三條裡面有寫到的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整個研究計畫的成果 是歸資撤會 那如果你要去引用的話 確實還是要是有一個 所謂的契約書的一個授權 第三人的這樣的一個契約 所以我覺得就是趁這個時間 如果這件事情 像剛才一中講說 他的回應模式 生花直接講的那些 然後跟 因為這是非常細的東西 這強化他強化是在 這兩個比較起來 對高桶安這張 所以在對新竹選戰 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就是說 在後續到底說 在這個所謂授權不授權 我覺得你說要像張三鎮這樣是困難 因為張三鎮是自己把話講得不清不楚 如果你今天或許說 你像高桶安說 我就是怎麼樣的一個計畫主持 表示張三鎮是完全搞不懂 他是搞不懂這個計畫是怎麼來的 所以他顛三倒四 張三鎮一開始說 沒有我這個是收集所有 張三鎮不要討論 因為我就等他明天看要怎麼看 但是相對之下就是說 他確實是有參與到計畫 那現在是後續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引用的部分 授權的部分 未來要怎麼去界定 什麼才是對的 我覺得就趁這一次 要講清楚 光潔三鎮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不會有影響 搞不好反思自己 我覺得這對高桶安不公平 他就兩個模子 要把高桶安捏成是林志堅 還是把高桶安摸成張三鎮 可是他自己寫 他是第一作者 然後他又是支撤會 提供資金出國去進修 進修他把支撤會 他們當初寫的這個 他自我引用到學術論文 學術的論文裡面 學校當局說類似政治操作 已經用在高桶安身上好幾次了 他們給他作證 沒有問題 沒抄襲 可是我覺得有心者如果假手媒體 每次都這樣 你看看你自己選 你是張三鎮還是你是林志堅 所以高桶安今天很嚴謹 應該講說我可不是林志堅 因為我沒有證據證明 是綠營丟出來的 那如果你們之前林志堅這個 你們自己化解都那麼困難了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這樣的一個人物 你們還讓他去幫其他的 這個縣市的候選人 補選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大 那至於說你說清不清權的問題 我們我跟上一夫 我們以前在報社 他是有叫我們簽一個 那個以後我們如果要在別的地方 就是庭妃講的 我們有簽契約 我如果在別的地方 我要用以前我們 時報中看我寫的東西 我必須要經得 當然 真的這個社方的同意 因為你在任職期間的著作 基本上是屬於 我們是有簽 可是高雄安有沒有簽 如果他只是學術 因為不不像我們在 我們這個這個情況 我們要簽一個合約 一個契約 不然的話 我可能會報告清權 雖然我們總編 哪裡會告我 但是以適用 所以我是覺得把那個 把一件沒有 沒有那個 就算有瑕疵也可能是說 有沒有真的支持會同意的 把它都弄成是林志堅事件 把他弄成是張善政事件 對一個學霸 高雄安來講 人家都低學服的 低綠智服的 人家一路都這樣好學生 你把他打成林志堅 付福氣嘛 他對他個人來講 小民志堅是沒有 所以現在全台接抄襲感覺 像每個人 他莫名其妙都會報一個 但是對新竹會不會有影響 你說高雄安這個賽 沒影響 高雄安這個算是 義克法金 然後那個 林志堅大概就是 就地問載 所以差距太大 我覺得光請講的有意思 就是 硬靠進來 我覺得沒什麼用 我覺得 在未來選戰裡面 當然各方 還會有很多一些的話題 或是大家各自的攻防 那到底會有什麼一些影響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新聞面對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大家都有一個人 還可以 我們下次見 到醫院 我會和那些人 做功能 是 感谢观看